来中市街头恐怖的一幕 民众全程直击 这位工人当时他用机车 载了三大桶的瓦斯 不过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他突然拿出打火机来点烟 一旁的民众看得心惊胆战 就担心不小心点燃的话 大家都得遭殃 是在玩命吗 看这位送瓦斯的老兄 眼看等红灯无聊 从口袋拿了包香烟出来 叼在嘴上 跟着啪的一声点火 一次没找 两次 三次 第四次才把香烟点起来 看仔细了 打火机的火光在晚上看得特别清楚 但是看看后头载的瓦斯桶 平头还贴得当风膜 代表瓦斯应该是新装满的 和火光就只有距离短短的60公分 差点引燃起火 这是你们的师傅吗 是耶 不好意思 确定就是你们外面那台车 650 不好意思 我们不接受才能 瓦斯行的人三间起口 转头落跑走人 但是好巧不巧 我们在街头直击到 影片中这名瓦斯送货员 刚好出门工作 但这回不止没抽烟 连骑车的速度也放慢了 不知道是怎么样 是送出出来还是送回来 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有点危险 不管怎么问 他老兄不回答 就是不回答 但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载了三桶的瓦斯 还点火抽烟 一连出现了四次的火光 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不止会烧伤自己 还会波及到路人 专闯闻输员方品文台中 采访报道 好 好